為著承知武漢遺嫌的疫情 討論到航空裡面 探討學生小孩開學之前 何比穿到20% 啟動危機3天的航空消毒工作 何比聽到軟後捷 馬青竹對著穿到隊員 來跟航空使者消毒的檢控 讓老司和學生可以安心上課 武漢遺嫌已經繼續安息 學生在後禮拜年就要繼續加基 回去航空上課 何比聽說 為著學生有一個安全的上課環境 20號開始 啟動航空消毒工作 3天一來要完成學校來 各種以外的航空 還有電力優零行的消毒領本 針對我們河美鎮的所有的高中職 以下的我們的國中校 然後我們今天進行我們的一個消毒 然後讓我們的環境能夠精華消毒 來確保我們的血統上學的一個 安全以及我們本身的一個自我防護 那下個禮拜開學之前 學校這邊也有接獲縣府這邊 那在防疫的一些物資 各方面要做相關的準備工作 那我們也在這邊呼籲我們的學童在家裡 先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真的有不舒服 或有發燒的症狀 就請留在家裡 那到學校之後 學校這邊也會做量額溫 或做一些防疫的工作 來確保我們孩子學習的安全 高中職以下 還有我們公立的幼兒園來進行消毒 那陣內大概高中職大概有時間 還有我們公立的托兒所 那我們分三天來做消毒 消毒藥劑 依照比例來做西式以後 來做消毒 對學校的環境來做一個消毒 先給隊員掛到消毒噴情 在每一個開放空間的角落 噴上消毒水 希望可以稍微做好 向他工作 讓學生可以安心回來 向上課 電流人好覺的表示 那社區有消毒的訴求 也可以向工作心情 那中華新聞也豐富 何必採訪不得